电空柜里贴的有接线图 接线时按照电路图接线 第一步接拉板电机的线 拉板电机线接在右一 V1 W一处 另一端接在拉板电机上 取下拉板电机盒盖 把线从预留的圆孔处穿过去 把线接在对应的 U1 V1 W一处 线接好后封好后盖 第二步接风扇电机的线 风扇电机线接在U2 V2 W2处 另一端接在风扇电机上 取下风扇电机盒盖 把线从后盖下的线孔处穿到后盖上 然后把线接在三个接线处 线接好后封好后盖 第三步接油泵电机的线 油泵电机线接在U3 V3 W3处 另一端接在油泵电机上的U1 V1 W一处 接好线后封好后盖 第四步接航空插头 航空插头一端插在电空柜下 另一端插在压绿机油缸端支腿上面的分线和插口处 第五步接电磁阀 先把电磁阀的快速插头插在电空柜上 接线时参考电空柜上的接线图接线 靠近卸鹤阀的是退回端 另一个是压紧端 棕色线接压紧 蓝色线接退回 黄绿色线接压紧和退回的另一根线 第六步 接压力表的线 把压力表下固定的线取下 按相对应的颜色接在接线处 线接好后把压力表盖安装上固定好 然后把压力表的上线调到10兆帕 下线调到5兆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